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精彩继续 一箭独尊 第283章 夜选 整个苍剑宗为之震轻 这个通缉榜上排第二的家伙 来苍剑宗挑战 很快一名苍剑宗长老 出现在马一男子的面前 这名长老打量了一眼 马一男子 你是夜选 马一男子点头 请周夜选 长老看着马一男子 许久许久 然后摇头 你不像是夜选 也不可能是夜选 马一男子面无表情 我就是 张老淡上说 夜选与护剑盟已是大仇 正常情况之下 他绝不可能来与我苍剑宗为敌 夜选 可没有这么蠢 马一男子笑道 怎么 苍剑宗是不敢接受我的挑战吗 还是说 苍剑宗年轻一代无人 长老看着马一男子 眼神已经渐渐变冷 只是有人在针对 苍剑宗搞事情了 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突然自山顶响起 他要挑战 那就让他挑战 我苍剑宗 不管是以前还是如今 从来都不怕事 七封弟子 有谁愿出来 与之一战 我来 这时 一道大鹤手 突然在一座主峰之上响起 紧接着一柄剑光充电而起 但是在空中之后 这柄剑光却急转直下 最后稳稳地落在 马一男子的面前 剑光散去 来者是一名男子 男子大约二十来岁 皮肤有黑 双目锐利 手中握着一柄带翘剑 是陈道风的陈云师兄 四周有人惊呼 陈云对着一旁长老 微微一礼 然后转身看向 麻衣男子 出手吧 麻衣男子弹上说 我若出手 你就没机会出手了 陈云也不动怒 看来阁下对自己 很有自信呢 那就让我领教领教 声音落下 他左手拇指突然一挑 翘中之剑飞斩而出 迅接无比 麻衣男子面无表情 当剑来到他的面前时 他不闪不闭 当剑离他只有寸许的时候 他突然一个侧身 以插着喉里躲过这一剑 与此同时 他的右手还抓住了陈云的剑 剑到这一幕 一旁的苍剑宗长老 脸色瞬间变了 正要出手的陈云 此刻也是呆住了 马衣男子看了一眼陈云 下一刻 他右脚静静一点 马衣男子 鬼魅魅般地 出现在陈云的面前 陈云脸色大变 正要出手 然而 马衣男子速度比他更快 直接一把掐住他的喉咙 与此同时 右脚在陈云两只膝盖 连体两下 两道骨头断裂声响起 陈云直接跪了下去 长中寂静无声 五完败 马衣男子并未杀陈云 而是朝后退了书长 他淡淡看了一眼 跪着的陈云 苍剑宗年轻一代 就是这种活色们 说到这里 他抬头看向珠峰 如果是的话 你们可以一起上 别浪费我夜宣的时间 一起上 此言一出 无疑是激怒整个苍剑宗弟子 很快一道道剑光 自各风冲天而起 不一会儿 马衣男子面前 便站了数十位剑修 马衣男子面无表情 一起吧 这时 那群剑修之中 一名男子走了出来 我来吧 众人看向男子 男子穿着一件短衣 腰间撇着两柄剑 哎呀 是玄剑锋的古林师兄 没想到 他竟然也出来了 是有什么没想到的呀 这夜宣如此如我苍剑宗 古林师兄 他们怎么可能不出来呀 就是不知道 这苍剑宗的南宫燕师兄 有没有在宗来呀 不用南宫燕师兄 古林师兄终于 古林走到陈云的面前 他将陈云扶了起来 后面立即有苍剑宗弟子 跑去扶住陈云 陈云摸了摸嘴角的鲜血 小心 很强 古林点头 他看向蚂蚁男子 传闻夜宣也是一位剑修 而且还是一位剑皇 我们青苍界最为年轻的剑皇 可你并不是用剑 蚂蚁男子诞上说 你们没有让我夜宣出剑的资格 死言一出 场中中苍剑宗弟子 顿时怒火冲天 古林看了一眼 蚂蚁男子 请赐教 声音落下 他突然朝见一个急冲 这一冲 其音如电 一刀剑光顺至 蚂蚁男子面前 蚂蚁男子神色 无比平静 当他见了他 眉间只有半寸的时候 他突然 身体厚斜 非常轻松躲过这一剑 与此同时 他又将猛的一脚 踢在顾林的手腕之处 顾林整只手臂 直接飞了出去 但就在此时 顾林的左手突然把剑 朝前一个急斩 蚂蚁男子并指朝前一挡 这一指竟硬生生挡住 顾林的剑刃 与此同时 他朝前一个急冲 蒙得一膝盖 顶在顾林的腹部 顾林整个人 瞬间飞到数十丈之外 落地之后 顾林身体一阵抽搐 口中鲜血之喷 又是无安排 场中 安静无比 蚂蚁男子拍了拍手 他看向一旁的长老 苍剑宗可是没人了嘛 还是说 苍剑宗都是 这种垃圾活色 长老深深看了一眼 蚂蚁男子 此刻他才发现 自己眼镯了 眼前这蚂蚁男子 很不简单呢 长老转身看向苍剑风 片刻之后 长老微微点头 然后转身看向 蚂蚁男子 你等半个时辰 可行 蚂蚁男子诞生说 行 长老转身看了一眼 众苍剑宗弟子 没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许出手 说完 他遇见冲天而起 蚂蚁男子双眼 缓缓闭了起来 闭目养神 苍剑店内 店内只有三人 苍玄 陈北涵 还有一名苍剑宗长老 名叫李涵 负责掌管苍剑宗情报 苍玄看向李涵 可又查出 那人真实身份 李涵摇头 一点头绪斗舞 苍玄脸色一沉 又问 那叶玄的下落呢 李涵还是摇头 此人离开北涵宗之后 就再也没有他任何的音讯 就仿佛人间蒸发了一半 除此之外 我得到消息 护剑萌 与云空城 还有好几家势力 都在追查 此人的下落 苍玄 眉头皱起 连护剑萌 都未能找到他们 李涵点头说 此人很神秘 自身也不简单 苍玄沉默片刻之后 然后看向陈北涵 陈北涵摇头 我苍剑宗沉寂多年 某些人当真以为 我们是软柿子了 可以随意拿捏 说到这里 他看向李涵 南公那小子 多久能回宗了 李涵沉声说 半个时辰 最多半个时辰 陈北涵 微微点头 似是想到什么 他又说 通知商月 让他立即也回宗 商月 店内 苍玄和李涵 顿时愣住 云见风 正午时分 叶玄没有继续修炼 御剑术 做了一桌子饭菜 店内 叶玄和月琪 相对而做 月琪话少 但叶玄话却极多 吃饭时会各种找话题 而月琪有时会回两句 有时只是嗡一声 快吃完的时候 月琪突然说 你好像与我说过 你叫叶玄 叶玄愣了 然后点头 是啊 月琪看了叶玄一眼 山下来了一人 自称是叶玄 要挑战我们苍剑宗 年轻一代所有人 叶玄 叶玄顿时愣住了 很快 叶玄脸色阴冷了下来 又有人冒充的 互剑萌 用脚直头想都能知道 这绝对是互剑萌做的 叶玄沉默片刻之后 他突然放下筷子 月世尊 我去看看 究竟是什么人 竟敢如此嚣张 敢挑战我们苍剑宗 说完 他起身朝殿外走去 就在叶玄走出大殿时 大殿内传出 月琪的声音 莫要出手 那人很强 叶玄没有回答 飞一般地 朝苍剑宗山下跑去 殿内 月琪轻声说 叶玄 很出名吗 说着 他继续吃着菜 不一会儿 叶玄来到山下了 此刻 山下已经聚集将近两百人 都是苍剑宗弟子 而在不远处 叶玄发现了那蚂蚁男子 见到蚂蚁男子 叶玄顿时怒从心来 于是 他直接朝蚂蚁男子冲了过去 他速度极快 宛如一道光 瞬间便冲到蚂蚁男子面前 接着 在无数人目光之中 他直接猛的就是一砍 一剑定生死 这一剑之力量 宛如火山爆发一般 一股强大力量 瞬间吸卷而出 感觉到这股力量 把一男子瞬间睁开眼睛 他眼中有这一丝凝重 下一刻 他右脚朝右轻轻又滑 双手截了一个印 朝前猛的一印 一道诡异的波纹 在他手印之中震荡而出 两股力量刚一截出 便猛的爆发开来 两人连连暴退 这一退足足退出 数十丈之远 而两人面前地面 直接变成一条巨大的深坑 是刚才两股力量造成的 见到这一幕 场中众人皆是愣住了 接着 无数人看向叶璇 这一家伙是谁啊 叶璇刚加入苍剑宗 加上他经常在云剑峰 基本不出去 于是楚白里云和谷月之外 基本没有苍剑宗弟子认识他的 叶璇对面 马一男子看了一眼 叶璇 你是何人 我是你爹 叶璇突然怒道 什么垃圾玩意儿 性感冒充 性感来我苍剑宗闹事 老子砍死你 说完 他直接提着剑 朝蚂蚁男子冲了过去 场中 一名苍剑宗弟子 看得有些目瞪口呆 哎呀 这位师兄 好好 好暴力呀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禁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剑独尊 下集更精彩